感謝啦 謝謝 謝謝 區長 多多謝 忙著和大家交換名片 熱絡寒暄 原任職於文化局主任秘書的許貴方 幾日起換了新的身份 來到大理區擔任區長一職 公所特地舉辦就職茶會 迎接這位新的大家長 在文化局服務四年半的時間 他對文化業務是非常的選手 而且對同仁費極關懷 那麼有任何的業務的困難部分 就立即解決協調 那我相信說他新任大理區的區長 那麼對地方的建設不只是文化 在各個面向包括交通、建設 還有民政、設政的部分的話 一定可以帶領區公所的同仁 那麼把這個各項業務都推展到真正日上 今天來到這裡有這麼多的經驗 讓他變成新的副主任 這位的加薪就職 好讓我們的經驗副長 在我們大理區的所有建設 可以順利 不只前長官送上祝福 文化局多位同仁也前來加油打氣 雖然從中央來到地方 但許區長展現十足的親和力 對於大理未來的展望 他也有了初步的計畫 不只是說我們把大理義文化館來活化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來建立我們一區一特色 讓我們大理義的文化 建構一個文化節的系列 透過我們市政府跟公所的溝通的橋樑 來做好每一個我們民眾 關心的每一個里長 里辦公處想要需要的建設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廣納名義 重視民眾福祉 讓我們大理的建設 能夠成為一個幸福文化城 由於大理區已經突破20萬人口 因此增加副區長一職 由員工所主祕周崇啟來擔任 不管在我們的過去公用課 擔任主任秘書以及現任副區長 對我們大理的市區政 可以說遼弱執掌 那未來我們要借重我們州副區長 來共同努力來推動大理區政 新年度剛開始 隨著人事異動 也讓公所有了新的風貌 大家也期盼在新區長的帶領之下 能讓大理的建設更加完善 重現大理義的光彩風華 記者微停台中採訪報導